约书亚记第一章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 耶和华吩咐摩西的侍从 嫩的儿子约书亚说 我的仆人摩西死了 现在你要起来 和全体人民过着约旦河 到我现在要赐给他们以色列人的地区 你们脚掌踏过的每一处地方 我都照着我应许摩西的赐给你们了 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大河 就是又发拉底河 赫人的泉地 以至大海日落的地方 就是你们的疆界 你一生的日子 必没有一人能在你面前立得住 我怎样与摩西同在 也必照样与你同在 我绝不离开你 也不离弃你 你要坚强勇敢 因为你必使这人民 得着我曾经向他们列祖启示 要赐给他们的那地做产业 你只要坚强 十分勇敢 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 吩咐你的一切律法 不可偏离左右 好使你无论到哪里去 都可以亨通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 要昼夜莫颂 好使你谨守遵行书中所记的一切 这样你的道路就必顺利 你必一路亨通 我不是吩咐过你要坚强勇敢吗 所以你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因为你无论到哪里去 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于是约书亚吩咐人民的官长说 你们要走遍营中 吩咐人民说 你们要预备粮食 因为三天之内 你们要过着约旦河 进去得耶和华 你们的神要赐给你们做产业的地 约书亚又对刘本人 迦德人 和马拿西半个支派的人说 你们要记住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 吩咐你们的话 耶和华 你们的神赐你们安息 他必把这地赐给你们 你们的妻子 孩子和牲畜 都可以留在约旦河东边 摩西赐给你们的地上 但你们所有英勇的战士 都要拿起武器 在你们的兄弟前面过河去 帮助他们 等到耶和华使你们的兄弟 可以和你们一样安居 同样得着耶和华 你们的神 要赐给他们做产业的地 你们才可以回到 你们所得的地 以他做你们的产业 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 在约旦河东边日出之地 赐给你们的地方 他们回答约书亚说 你吩咐我们的一切 我们都必遵行 无论你拆派我们到哪里去 我们都一定去 我们从前怎样凡事 听从摩西 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 我愿耶和华 你的神与你同在 像与摩西同在一样 无论谁违背你的话 不听从你吩咐他的一切命令 那人必要处死 你只管坚强勇敢 约书亚记第二章 于是嫩的儿子约书亚 从石亭秘密地 拆派两个探子 对他们说 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 二人去了 来到一个名叫拉荷的妓女家中 就在那里住宿 有人向耶利哥王报告 今夜从以色列人那里 有人进来 要窥探这地 耶利哥王派人到拉荷那里说 把那些来到你这里 进了你家中的人带出来 因为他们来是要窥探全地的 但那女人已把那两个人藏起来 还这样回答王 不错 那些人到过我这里来 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天黑城门快要关的时候 那些人出去了 我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 你们快去追赶 必可以追上他们 其实 他领他们上了屋顶 把他们藏在堆放在屋顶的麻街里面 那些人就沿着往约旦河的路上 追赶他们 直到渡口 追赶的人一出城 城门就关上了 两个探子还没有躺下睡觉 那女人就上屋顶 到他们那里去 对他们二人说 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了 你们使我们十分害怕 这地所有的居民 都在你们面前胆战心惊 因为 我们听见你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 耶和华怎样使红海的水 在你们面前干了 以及 你们怎样对待约旦河东 亚摩利人的两个王 西红和鄂 把他们完全消灭 我们听见了 就都心里惊怕 没有一人再有勇气在你们面前站立 因为耶和华 你们的神 是天上 也是地上的神 现在 求你们指着 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启示 我既然恩待了你们 你们也要恩待我的父家 并且 给我一个确实的凭据 放过我的父母 兄弟姐妹 兄弟姐妹和他们所有的一切 救我们的命不致死亡 两个探子就对他说 如果你不泄露我们这次行动 我们愿意性命做你们的保证 耶和华把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必定以慈爱和诚实待你们 于是 那女人用绳子把二人从窗户坠下去 因为她的房屋是在城墙上 她就住在城墙上 她对他们二人说 你们要到山上去 免得追赶的人遇上你们 你们要在那里躲藏三天 等追赶的人回城 然后你们才可以走你们的路 他们二人对他说 如果你不遵照我们的话行 你叫我们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关了 你要留意 我们再到这地方的时候 你要把这条珠红色线 系在你坠我们下去的窗户上 你也要把你的父母 兄弟和你父的全 全家都聚集在你的屋里 任何人走出你家门 到外面去的 他的血就必归到他自己的头上 与我们无关 任何人同你在屋里的 如果有人下手加害他 他的血就归到我们头上 如果你泄露了我们这次的行动 那么你叫我们起的事 就与我们无关了 那女人回答 照你们的话就这样吧 于是打发他们二人走了 他们走了以后 他就把珠红色线系在窗户上 二人离去上到山上 在那里住了三天 等追赶的人回城去了 追赶的人一路搜寻他们 却找不着 二人于是下山回去 过了约旦河 回到难的儿子约书亚那里 把他们遭遇的一切事 向他报告 他们又对约书亚说 耶和华真的把那地全交在我们手里了 那地所有的居民都在我们面前胆战心惊 约书亚记第三章 约书亚清早起来 和全体以色列人从石亭出发 来到约旦河 在那里住宿 等候过河 过了三天 官长走遍营中 吩咐人民说 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的神的约会 又看见台约会的立位支派的祭司的时候 就要从你们所住的地方出发 跟在约会后面走 只是你们和约会之间应有一段距离 相隔约一公里 不可走进约会 好使你们知道你们应走的路 因为这条路你们以前没有走过 约书亚对人民说 你们要自节 因为明天 耶和华要在你们中间行骑士 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 你们要抬起约会 在人民前面过河去 于是他们抬起约会 走在人民的前面 耶和华对约书亚说 今天起 我要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中成为尊大 这样他们就知道 我怎样与摩西同在 也必照样与你同在 你要吩咐抬着约会的祭司说 你们到了约旦河水边的时候 要站在约旦河中 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 你们走进这里来 聆听耶和华你们的神的话 约书亚说 看哪 全地之主的约会 必在你们前面过约旦河 你们因此就知道 永活的神是在你们中间 他必把迦南人 赫人 西魏人 比利喜人 格加萨人 雅摩利人 和耶布斯人 从你们面前驱逐出去 现在 你们要从 以色列众支派中 选十二个人 每支派一人 台全地之主 耶和华约贵的祭司的脚掌 一踏进约旦河水里 约旦河的水 必被截断 那从上游流下来的水 必立起成累 人民离开帐篷出发 要过约旦河的时候 台约贵的祭司 在人民的前面 台约贵的祭司 来到约旦河 他们的脚 碰到水边的时候 原来约旦河水 在收割的日子 尝试战过两岸的 水就停住了 那从上游流下来的水 立起成累 在很远的地方 就是在萨拉旦旁边的 亚当城那里停住 那往下流入亚拉巴海 就是沿海的水 完全被截断 于是人民 就在耶利哥的对面 过了河 台耶和华约贵的祭司 在约旦河中间的 干地上站住 等以色列众人 都在干地上走过去 直到全国的人 都完全走过了 约旦河为止 约书亚纪 第四章 全国的人 都完全过了 约旦河以后 约和华就吩咐 约书亚说 你要从人民中 选十二个人 每支派一人 吩咐他们说 你们要从这里 就是约旦河中间 祭司的脚 所站的地方 取十二块石头 把他们带过来 放在你们 今夜要住宿的地方 于是 约书亚 把他从以色列人中 挑选的十二个人 每支派一人 都召了来 约书亚对他们说 你们走到约旦河中间 在耶和华 你们的神的约柜前面 按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树木 每人拿起一块石头 扛在自己的肩上 这可以在你们中间做记号 如果日后 你们的子孙问你们 说 这些石头对你们有什么意思 你们就可以告诉他们 这是因为 约旦河的水 在耶和华的约柜前 被截断了 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 约旦河的水被截断了 所以 这些石头 要给以色列人做纪念 直到永远 以色列人就照着 约书亚吩咐的行了 他们照着 耶和华吩咐约书亚的 按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树木 从约旦河中间 取了十二块石头 把他们带过去 到他们住宿的地方 就放在那里 约书亚又在约旦河中间 在台约柜的祭司的脚 所站的地方 树立十二块石头 那些石头到今日还在那里 台约柜的祭司 站在约旦河中间 直到耶和华吩咐约书亚 告诉人民的一切事 就是照着摩西吩咐约书亚的一切事 都办完了 人民就急忙过去了 全体人民都过了河以后 耶和华的约柜和祭司 才在人民的面前过去 刘本人 加德人 和马拿西半个支派的人 都照着摩西吩咐他们的 拿起武器 在以色列人前面过河去了 他们约有四万人 都装备好 预备打仗 在耶和华面前走过去 来到耶利哥的平原 等候作战 那一天 耶和华使约书亚 在以色列众人眼中成为尊大 在他一生的日子 人民敬畏他 好像敬畏摩西一样 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 吩咐台约柜的祭司 从约旦河上来 于是约书亚吩咐祭司说 你们从约旦河上来 台耶和华约柜的祭司 从约旦河中间上来的时候 祭司的脚掌一提起来 他在干地上 约旦河的水就流回原处 像以前一样 占过两岸 正月初时 人民从约旦河上来以后 就在吉甲 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 约书亚把他们 从约旦河取来的 那十二块石头 树立在吉甲 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 如果日后 你们的子孙 问他们的父亲说 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 那时 你们就要告诉你们的子孙说 以色列人曾经在干地上 走过了这约旦河 因为耶和华 你们的神 在你们面前 使约旦河的水干了 直到你们都过了河 好像耶和华 你们的神 从前对红海所行的 在我们面前 使红海干了 直到我们都过了河一样 好使地上万民 都认识耶和华的手 是有能力的手 也要使你们 永远敬畏耶和华 你们的神 约书亚记 第五章 在约旦河西 亚摩利人的众王 和靠近海边 迦南人的众王 听见耶和华 怎样使约旦河的水 在以色列人面前干了 直到他们都过河去 他们都心里惊怕 因以色列人的缘故 勇气全失 那时 耶和华对约书亚说 你要制造火石刀 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 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 在包皮山那里 给以色列人行了割礼 约书亚给以色列人 行割礼的原因是这样 所有从埃及出来的人民 就是所有能作战的南丁 出埃及以后 都死在旷野的路上 因为所有从埃及出来的人民 都受过割礼 唯有从埃及出来以后 所有在旷野的路上 出生的人民 都没有受过割礼 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四十年 直到全国的人 就是从埃及出来 能作战的南丁都灭尽了 因为他们不听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曾经向他们启示 必不容许他们看见耶和华 向他们列祖启示 要赐给我们的地 就是流奶与蜜的地 他们的子孙 就是耶和华兴起来代替他们的 约书亚给他们行了割礼 这些人是未受割礼的人 因为他们在路上没有受过割礼 全国的人受了割礼之后 都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 直到痊愈 耶和华对约书亚说 我今日把埃及的耻辱 从你们身上滚去了 因此 那地方名叫吉甲 直到今日 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 正月十四日晚上 他们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月节 逾月节后次日 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 就在那一天 吃了无酵饼和烘的古物 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之后 第二天 马拿就停止降下 以色列人不再有马拿了 那一年 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 约书亚走进耶利哥的时候 抬头观看 看见一个人站在他对面 手里拿着拔出来的刀 约书亚走到他那里 对他说 你是我们的人 还是我们的仇敌呢 那人回答 不是的 我现在来 是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约书亚就脸浮在地 向他下拜 对他说 我主有什么事要吩咐仆人呢 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对约书亚说 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 因为你站的地方是圣地 约书亚就照着行了 约书亚记 第六章 耶利哥的城门 因以色列人的缘故 就紧紧地关闭 没有人出入 耶和华对约书亚说 看 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 以及英勇的战士 都交在你的手中了 你们所有能作战的男丁 要围绕这城 一天围绕一次 六天都要这样行 并派七个祭司拿着七个羊脚 走在约柜的前面 到第七天 你们要绕城七次 祭司也要吹脚 当羊脚吹起长号 你们听见脚声的时候 全体人民要大声呼喊 那时城墙就必塌陷 你们个人要向前直冲 于是嫩的儿子约书亚 把祭司招了来 对他们说 你们要抬起约柜 并派七个祭司 拿着七个羊脚 走在耶和华约柜的前面 他又对人民说 你们前去绕城吧 拿武器的人 要走在耶和华约柜的前面 约书亚吩咐人民以后 七个祭司 拿着七个羊脚 走在耶和华的前面 并且吹脚 耶和华的约柜 在他们后面跟着走 拿武器的人 走在吹脚的祭司前面 在约柜后面 也有防卫的队伍跟着走 祭司一面走 一面吹脚 约书亚吩咐人民说 你们不可呼喊 不可让人听见你们的声音 连一句话也不可出口 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那天 你们才可以呼喊 这样 耶和华的约柜绕城而行 围绕了一次 众人就回到营中 在营里住宿 约书亚清早起来 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约柜 拿着七个羊脚的七位祭司 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面 一面走 一面吹脚 拿武器的人走在他们前面 在耶和华的约柜后面 也有防卫的队伍跟着走 祭司一面走 一面吹脚 第二日 众人又绕城一次 然后回到营里去 六日他们都是这样行 到了第七日 清早黎明的时候 他们起来 以同样的方式绕城七次 只有这一日 他们绕城七次 到了第七次 祭司吹脚的时候 约书亚就对人民说 你们呼喊吧 因为耶和华已经把这城赐给你们了 这城要完全毁灭 城和城中的一切都归耶和华 只有妓女拉荷和所有与她在家中的都可以存活 因为她收藏了我们派去的使者 不过你们要谨慎 不可取那当毁灭的物 恐怕你们贪心 取了那当毁灭的物 就使以色列营成为当毁灭的 使以色列营遭遇灾祸 可是 所有的金银和铜铁的器皿 都要归耶和华为胜 存入耶和华的库房中 于是人民呼喊 祭司也吹脚 人民听见脚声的时候 就大声呼喊 城墙就塌陷了 于是人民冲入城中 人人向前把城攻取 他们把城中的一切 无论男女老幼 牛羊和驴都用刀杀进 约书亚对窥探 那地的两个人说 你们进那妓女的家里去 照着你们向她所起的事 把那女人和她所有的一切都从家里带出来 那两个年轻密探就进去 把拉荷和她的父母、兄弟、她所有的一切 以及她所有的亲属都领出来 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 众人把城和城中的一切都用火烧了 只有金银和铜铁的器皿 都放入耶和华圣所的库房里 约书亚却放过妓女拉荷和她的父家 以及她所有的一切 她住在以色列中 直到今日 因为她收藏了约书亚派去窥探耶利哥的使者 那时 约书亚要人民起誓 说 起来重建这耶利哥城的 那人在耶和华面前是可咒可阻的 他立地基的时候 避丧长子 他安城门的时候 必施幼子 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 约书亚的名声传遍全地 约书亚纪第七章 以色列人在那当毁灭的物上 犯了不忠实的罪 因为犹大支派中 谢拉的曾孙 萨迪的孙子 加米的儿子雅干 取了当毁灭的物 耶和华就向以色列人发怒 那时 约书亚从耶利哥派人到伯特利东边 靠近伯雅文的爱城去 吩咐他们说 你们上去窥探那地 那些人就上去窥探爱城 他们回来 对约书亚说 不需要全体人民都上去 只要大约二三千人就可以上去攻打爱城了 不必劳动全体人民都上那里去 因为那里的人很少 于是人民中 约有三千人上那里去 但他们竟在爱城的人面前逃跑了 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约三十六人 从城门前追赶他们 一直追到士巴林 在山坡上把他们击溃 人民的心就极其惊怕 约书亚就撕裂自己的衣服 和以色列人的长老 在耶和华的约柜前 一同俯伏在地 直到晚上 也把尘土撒在头上 约书亚说 哎 主耶和华啊 你为什么领这人民过约旦河 为要把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 使我们灭亡呢 我们宁愿住在约旦河那边道好 主啊 以色列人既然在仇敌面前转身逃跑 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迦南人和这地所有的居民听见了 就必围困我们 把我们的名字从这世上剪除 那时 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 耶和华对约书亚说 你起来 为什么这样脸浮在地呢 以色列人犯了罪 违背了我吩咐他们的约定 因为他们取了那当毁灭的物 他们偷窃 并且说谎 又把那当毁灭的物 放在自己的物件中 所以 以色列人在他们的仇敌面前站立不住 在他们的仇敌面前转身逃跑 因为 他们成了当毁灭的 如果你们不把那当毁灭的物 从你们中间除掉 我就必不再与你们同在了 你起来 要人民自节 对他们说 你们要自节预备明天 因为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以色列啊 你们中间有那当毁灭的物 除非你们把那当毁灭的物 从你们中间除去 你们在仇敌的面前 就不能站立得住 到了早晨 你们要按着支派前来 耶和华抽签抽中的支派 要按着宗族前来 耶和华抽签抽中的宗族 要按着家庭前来 耶和华抽签抽中的家庭 南丁要一个一个前来 如果那藏有当毁灭的物的人 被抽签抽中了 他和他所有的一切 都要用火焚烧 因为他违背了耶和华的约 又因为他在以色列中 做了愚昧的事 约书亚清早起来 要以色列人按着支派前来 结果犹大支派被抽签抽中了 他要犹大宗族前来 结果谢拉的家族被抽签抽中了 他要谢拉家族的南丁 一个一个前来 结果萨迪被抽签抽中了 他要萨迪家中的南丁 一个一个前来 结果雅干被抽签抽中了 雅干是加米的儿子 萨迪的孙子 谢拉的曾孙 是属于犹大支派的 约书亚对雅干说 我儿 我劝你把荣耀归给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向他认罪 告诉我 你做了什么事 不可向我隐瞒 雅干回答约书亚说 我实在得罪了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我做过的事是这样的 我在战利品中 看见了一件美丽的室拿衣服 2280克银子 和一条重570克的金条 我因贪爱这些物件 就把它们拿去了 现在埋藏在我帐篷的地里 银子在底下 约书亚就派人跑到雅干的帐篷里 果然见到东西埋藏在那里 银子在底下 他们就把东西从帐篷中拿出来 带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人那里 摆在耶和华面前 约书亚和全体以色列人一起把谢拉的曾孙 雅干和那银子 那件衣服 那金条 以及雅干的儿女 牛 驴 羊 帐篷 和他所有的一切 都带上雅各谷去 约书亚说 你为什么给我们招惹灾祸呢 今天 耶和华必使你遭受灾祸 于是全体以色列人用石头把他打死 他们用石头打死他们以后 就把一切用火烧了 众人又在雅干身上堆起了一大堆石头 这堆石头一直存到今日 于是耶和华就回心转意 不发烈怒 因此 那地方名叫雅各谷 直到今日 约书亚记第八章 耶和华对约书亚说 你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你只管带领所有能作战的人 起来 上艾城去 你看 我已经把艾城的王和他的人民 城市 土地 都交在你手里了 你怎样对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 也要照样对待艾城和艾城的王 只是城中的战利品和牲畜 你们可以据为己有 你要在城后面 设下攻城的伏兵 于是约书亚和所有能作战的人 都起来上艾城去 约书亚选了三万英勇的战士 漏夜派他们出去 吩咐他们说 你们注意 要在城后面埋伏攻城 不可离城太远 人人都要做好准备 我和所有与我一起的人 要向城推进 城里的人 像前一次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在他们面前逃跑 他们必定出来追赶我们 我们就把他们引出城来 因为他们必定说 这些人像前一次一样 在我们面前逃跑了 所以我们要在他们面前逃跑 那时你们就要从埋伏的地方起来 占领那城 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 必把城交在你们的手里 你们占领了城以后 就要放火烧城 要照着耶和华的话行事 你们要谨慎 我已经吩咐你们了 约书亚拆派他们去了 他们就上到埋伏的地方去 住在伯特利和爱城的中间 就是在爱城的西边 那一夜 约书亚却在人民中间住宿 约书亚清早起来 召集人民上爱城去 他和以色列的长老走在人民的前面 所有与他在一起的战士都上去 迫近爱城 在城的北面安营 在约书亚和爱城中间有一个山谷 约书亚挑了大约五千人 要他们埋伏在伯特利和爱城中间 就是爱城的西面 于是他们把众民 就是在城北的全军 和在城西的伏兵都布置好了 那一夜 约书亚走进了山谷之中 爱城的王看见了这情形 就和爱城的人急忙在清早起来 按着锁定的时候 出到亚拉巴 要与以色列人交战 王却不知道 在城后面有伏兵要攻击他 约书亚和以色列人 在他们面前装拜 沿着通往旷野的路逃跑 城里的众民都被召集去追赶他们 爱城的人追赶约书亚的时候 就都被诱离城 爱城和伯特利城 没有留下一个人不出来追赶以色列人 他们撇下了敞开的城门 去追赶以色列人 耶和华对约书亚说 你向着爱城伸出你手中的短枪 因为我要把城交在你手里 约书亚就向着爱城伸出他手里的短枪 他一伸手 伏兵就从埋伏的地方急忙起来 冲进城去 把城夺取 并连忙放火烧城 爱城的人转身观看 看见城里浓烟冲天 就全身乏力不能逃跑 往旷野逃跑的以色列人 就转过来攻击追赶他们的人 约书亚和以色列人 看见伏兵已经夺取了城 又看见城中浓烟上升 就转回击杀爱城的人 伏兵也出城攻击爱城的人 爱城的人就被困在以色列人中间 前后受敌 于是以色列人把他们击杀 没有留下一个 也没有一个逃脱 他们活捉了爱城的王 把他解到约书亚那里 以色列人在田间 在旷野 杀尽了所有追赶他们的爱城的居民 爱城的人全部倒在刀下 直到完全消灭 接着 以色列众人回到爱城 用刀击杀了城中的人 那一天被杀的人 连男带女 共有一万二千人 就是爱城所有的人 约书亚没有收回伸出短枪的手 直到把爱城的居民都消灭为止 只有那城里的牲畜和战利品 以色列人 照着耶和华吩咐约书亚的话 都据为己有 约书亚烧了爱城 使城永远成为废堆 一片荒凉 直到今日 他又把爱城的王悬在树上 直到黄昏的时候 日落的时候 约书亚吩咐人 把尸体从树上拿下来 丢在城门口那里 又在尸体上堆起了一大堆石头 这堆石头一直存到今日 那时 约书亚在以巴禄身上 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筑了一座祭坛 是照着耶和华的仆人 摩西吩咐以色列人的 照着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 用未经过铁器打凿的整块石块 筑成的一座祭坛 在这祭坛之上 众人向耶和华献凡祭 也献平安祭 约书亚在那里 当着以色列人面前 把摩西所写的摩西律法 抄写在石头上 全体以色列人 和他们的长老、官长 以及审判官 都站在约贵的两旁 在台耶和华约贵的 立位支派的祭司前面 无论是寄居的 或是本地人 一半对着基利兴山 一半对着以巴路山 正如耶和华的仆人 摩西以前所吩咐的 好为以色列民祝福 然后 约书亚宣读律法上 一切祝福和咒诅的话 全都照着律法书上 所写的一切 摩西吩咐的一切话 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体会众 和父女、小孩 以及在他们中间来往的寄居者面前 没有一句不像他们宣读出来的 约书亚纪第九章 在约旦河西 住在山上 高原和对着黎巴嫩山大海沿岸所有的王 就是赫人 亚摩利人 迦南人 比利喜人 西魏人 耶布斯人的王 听见了这些事的时候 就聚集起来 同心协力地 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交战 即便的居民听见了约书亚向耶利哥和艾成所行的事 就失诡计 假冒使者而来 把旧的布袋和破裂又修补过的旧皮酒袋 驮在驴上 脚上穿着补过的旧鞋 身穿旧衣服 所带的食物又干又碎 他们去到吉甲银中约书亚那里 对约书亚和以色列人说 我们是从远地来的 现在求你们和我们立约 以色列人对这些西魏人说 你们也许是这地的居民 若是这样 我们怎样和你们立约呢 他们对约书亚说 我们是你的仆人 约书亚问他们 你们是什么人 是从哪里来的 他们回答约书亚 你的仆人 为了耶和华 你神的名 从很远的地方而来 因为我们听见了他的名声 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 以及他对约旦河东 亚摩利人的两个王 就是西石本王西红 和在亚斯塔路的巴山王厄 所行的一切事 所以 我们的长老 和我们本国所有的居民 对我们说 你们手里要带着旅途用的干粮 去迎见以色列人 对他们说 我们是你们的仆人 现在 求你们和我们立约 我们出门 到你们这里来的时候 从家里 从家里带出来做干粮的这饼 还是热的 看呐 现在都又干又碎了 这些啤酒袋 我们盛酒的时候 还是新的 你看 现在都破裂了 我们这些衣服和鞋 因路途遥远 都穿旧了 以色列人 取了他们一些食物 却没有求问 耶和华的旨意 于是 约束亚 与他们议和 和他们立约 容他们存活 会众的首领 也向他们起了誓 以色列人 和他们立约之后 过了三天 才听见 他们是自己的禁灵 是住在这地的居民 于是 以色列人启程 第三日 就到了他们的城市 他们的城市 就是基辩 基菲拉 比路 基列耶林 以色列人 没有急杀他们 因为会众的首领 曾经指着 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向他们起了誓 全体会众 就都向首领 发怨言 众首领 对全体会众说 我们曾经指着 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向他们起了誓 现在 我们不能伤害他们 我们要这样待他们 就是 容他们存活 免得神的愤怒 因我们 向他们所起的誓 临到我们身上 众首领 又对会众说 要让他们存活 于是 他们就给全体会众 做了劈柴打水的人 这是按照众首领 对他们的吩咐 约书亚把他们召了来 直问他们 你们为什么欺骗我们说 我们离你们很远 其实 你们却是住在这地的 现在 你们要受到咒诅 你们中间 必不断有人做奴仆 为我神的圣索 做劈柴打水的人 他们回答 约书亚说 因为你的仆人 确实地听见 耶和华 你的神 曾经吩咐 他的仆人摩西 要把这整片土地 赐给你们 并且 要在你们面前 把这地上 所有的居民都消灭 因此 我们因你们的缘故 很怕丧命 才行了这事 现在 你看 我们都在你的手里 你看怎样处置我们 算为好 算为对 就怎样行吧 约书亚就这样处置他们 救了他们脱离 以色列人的手 以色列人就没有杀他们 在那一天 约书亚指派他们 在耶和华选择的地方 为会众和耶和华的祭坛 做劈柴打水的人 直到今日 约书亚记 第十章 耶路撒冷王 亚多尼喜德 听见约书亚占领了爱城 把城完全毁灭 约书亚怎样对待 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 也照样对待爱城和爱城的王 有听见 鸡变的居民已经与以色列人 议和 并可以住在这地 他们就非常惧怕 因为鸡变是大城 好像一座王城 又因为鸡变比爱城大 城里所有的人都是勇士 因此 耶路撒冷王 亚多尼喜德 派人到西伯伦王 和弦 耶末王 皮兰 拉吉王 亚非亚和伊基伦王 底壁那里去 对他们说 求你们上我这里来 帮助我 我们好攻打鸡变 因为鸡变已经与约书亚 和以色列人议和了 于是 亚摩利人的那五个王 就是耶路撒冷王 西伯伦王 耶末王 拉吉王 和伊基伦王 联合起来 带着他们所有的军队上去 在鸡变的对面安营 攻打鸡变 鸡变人 就派人到吉甲营中 约书亚那里去 说 不可丢弃你的仆人 求你快快上我们这里来 拯救我们 帮助我们 因为住在山地的亚摩利人 所有的王 都集合起来攻击我们 于是 约书亚和所有能作战的人 以及所有英勇的战士 都一起从吉甲上去 耶和华对约书亚说 你不要怕他们 因为我已经把他们交在你手里了 他们并没有一人 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 于是约书亚乘业 从吉甲上去 突然来到他们那里 耶和华使他们 在以色列人面前溃乱 约书亚在鸡变 大大地击杀他们 沿着伯和伦的上坡路 追赶他们 击打他们 直到亚西加和马基达 他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 正在下伯和伦斜坡的时候 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 在他们身上 一直到亚西加 打死他们 被冰雹打死的 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 那时就是耶和华把亚摩利人交给以色列人的时候 约书亚在以色列人面前 对耶和华说 太阳啊 停在鸡变 月亮啊 停在雅雅轮毂 于是太阳停住 月亮站住 直到以色列人在仇敌的身上报了仇 这事不是写在亚沙尔书上吗 太阳在天空中站住 不急速下落 约有一整天 在这日以前或这日以后 耶和华听人的祷告 没有像这日一样的 因为耶和华为以色列作战 后来 约书亚和众以色列人回到吉甲营那里去 那五个王逃跑了 躲藏在马基大洞里 有人告诉约书亚说 那五个王已经找到了 都躲藏在马基大洞里 约书亚说 你们把几块大石头滚到洞口那里去 并派人到洞口去看守他们 你们却不可站着 要追赶你们的仇敌 从后面击杀他们 不可让他们逃进自己的城中 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 已经把他们交在你们的手里了 约书亚和以色列人 把他们杀得惨败 直到把他们灭绝为止 那些逃脱的人 都逃进社房的城里 众以色列人 都平平安安回到马基大营中 约书亚那里 没有人敢说话攻击以色列人 约书亚说 你们打开洞口 把那五个王从洞里拉出来 带到我这里来 众人就照着执行 他们把那五个王 就是耶路撒冷王 西伯伦王 耶莫王 拉吉王 和伊基伦王从洞里拉出来 带到约书亚那里去 众人把那五个王带到约书亚那里去的时候 约书亚把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召了来 对那些与他同去作战的军长说 你们走前来 把脚踏在这些王的景象上 他们就走前来 把脚踏在那些王的景象上 约书亚对他们说 你们不要惧怕 不要惊慌 总要坚强勇敢 因为耶和华 必这样对待你们要攻打的所有仇敌 随后 约书亚把那五个王杀死 悬在五棵树上 他们就悬在树上 直到晚上 到了日落的时候 约书亚吩咐人 把他们从树上取下来 丢在他们躲藏过的洞里 把几块大石头放在洞口 这些石头一直存到今日 在那天 约书亚占领了马基大 用刀击杀了那城的人和那城的王 把城中所有的人完全毁灭 不容易一人逃脱 他对待马基大王 就像对待耶利哥王一样 约书亚和跟他在一起的众以色列人 从马基大往利拿去 攻打利拿 耶和华把利拿 交在以色列人手里 第二天 约书亚就占领了拉吉 用刀攻击那城 杀了城中所有的人 跟他对利拿所行的一切一样 那时 鸡色王荷兰上来帮助拉吉 约书亚就把他和他的人民都急杀了 没有留下一人 约书亚和与他在一起的众以色列人 从拉吉往伊基伦去 对着伊基伦安营 攻打这城 那一天 他们占领了这城 用刀攻击那城 杀了城中所有的人 那一天 约书亚把他们完全毁灭 跟他对拉吉所行的一切一样 约书亚和与他在一起的众以色列人 从伊基伦上西伯伦去 攻打这城 他们占领了这城 用刀攻击这城 杀了这城的王 又攻击属于这城的城镇 杀了城中所有的人 不容易人逃脱 跟他对伊基伦所行的一切一样 把这城和城中所有的人 完全毁灭 约书亚和与他在一起的众以色列人 回到了底壁 攻打这城 约书亚占领了这城 抓住这城的王 又占领了属于这城的一切城镇 以色列人用刀击杀他们 把城中所有的人都毁灭了 约书亚不容易人逃脱 他怎样对待西伯伦 也照样对待底壁和底壁的王 也好像他对待丽拿和丽拿的王一样 这样 约书亚击杀了全地的人 就是山地 南地 高原和山坡的人 以及那些地方所有的王 不容易人逃脱 约书亚照着伊和华 以色列的神的吩咐 把有气息的都完全毁灭了 约书亚从加迪斯巴尼亚击杀他们 直到加萨 又从哥山全地击杀他们 直到击变 约书亚在这次战役中 击败了这些王和占领了他们的地 是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作战 于是约书亚和与他在一起的众以色列人 回到吉甲营中 约书亚记第十一章 夏索王爷兵一听见这些事 就派人去见马顿王约巴 申伦王 鸭煞王 以及住在北方山地 基尼列南边的亚拉巴高原 和西边多尔高地的众王 又去见在东方和西方的迦南人 住在山地的亚摩利人 赫人 比利喜人 和耶布斯人 以及米斯巴蒂黑门山下的西魏人 这些王与他们所有的军队都一同出来 人数众多 好像海边的沙 还有很多马匹和车辆 这些王都联合起来 来到米伦水边 在那里一起安营 要与以色列人作战 耶和华对约书亚说 你不要因他们惧怕 因为明天这个时候 我必使他们全数 在以色列人面前被杀 你要砍断他们的马蹄巾 焚烧他们的车辆 于是约书亚和所有与他在一起 能作战的人 在米伦水边突然破镜攻打他们 他们的车辆 那时约书亚转回来 占领了夏索 用刀击杀了夏索王 因为夏索在这些国中速来是为首的 以色列人用刀击杀了城中所有的人 把他们完全毁灭 有气息的一个也没有留下 约书亚又放火烧了夏索 约书亚夺取了那些王的一切城镇 又擒获那些城镇所有的王 他用刀击杀了他们 把一切完全毁灭 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的 至于那些立在土丘上的城 除了夏索以外 以色列人都没有焚烧 约书亚只烧了夏索 那些城所有的战利品和牲畜 以色列人都据为己有 只是把所有的人都用刀击杀了 直到把他们杀尽 有气息的 他们没有留下一个 耶和华怎样吩咐他的仆人摩西 摩西就怎样吩咐约书亚 约书亚也照样行了 耶和华吩咐摩西的一切 约书亚没有一样不办妥的 这样约书亚夺取了那整个地区 就是山地、整个南地、戈山全地、高原、亚拉巴、 以色列山地和山地的高原 从延伸至西尔的哈拉山 直到黑门山下 黎巴嫩谷的巴利加德 约书亚勤获了那些地方所有的王 把他们都杀死了 约书亚和这些王作战了很多的日子 除了住在积变的西魏人以外 没有一座城与以色列人议和的 所有其他的城 都是以色列人作战夺取的 因为这是出于耶和华的旨意 他使他们心里刚硬 要与以色列人交战 好把他们完全毁灭 使他们不蒙怜悯 却要被消灭 正如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那时约书亚来了 把在山地 西伯伦 底壁 亚拿伯 整个犹大山地 整个以色列山地 所有的亚纳族人都剪除了 约书亚把他们 与他们的城镇都完全毁灭了 在以色列人的境内 没有留下一个亚纳族人 旨在加萨 加特 和雅石图 还有余下的 这样 约书亚照着耶和华 吩咐摩西的一切话 夺取了那全地 于是 约书亚按着以色列的支派 把地分给他们做产业 全地也就只行了战争 约书亚纪 第十二章 以色列人在约旦河东 向日出之地 击杀了那地的两个王 占领了他们的地 就是从亚嫩谷 直到黑门山 和东边的亚拉巴全境 这两个王 一个是住在西石本的 亚摩利人的王西洪 他管辖的地区 是从亚嫩谷旁的亚罗尔起 包括山谷中部和激烈的一半 直到亚伯河 就是亚门人的境界 东边有亚拉巴 上至基尼列海 下至亚拉巴海 就是沿海 东边是往伯耶西莫的路 南边直到皮斯加的山路 另一个是巴山王厄 他是利法英人的渔民 住在亚斯塔路和以德莱 他管辖的地区 是黑门山、萨迦、巴山全地 直到基数人和马加人的境界 还有激烈的一半 直到西石本王西洪的境界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和以色列人 把这两个王击杀了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 把地分给刘本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个支派的人做产业 以下是约书亚和以色列人 在约旦河西从黎巴嫩谷的巴利加德 直到延伸至西尔的哈拉山等地所击杀的众王 约书亚把那地分给以色列各支派做产业 就是赫人、亚摩利人、江南人、比利喜人、西魏人、耶布斯人所住的山地、高原、亚拉巴、山坡、矿野和南地 他们的王 一个是耶利哥王 一个是伯特利旁边的艾成王 一个是耶路撒冷王 一个是西伯伦王 一个是耶默王 一个是拉吉王 一个是伊基伦王 一个是基瑟王 一个是底壁王 一个是基德王 一个是荷尔玛王 一个是亚拉德王 一个是利拿王 一个是亚杜兰王 一个是马基大王 一个是伯特利王 一个是塔普亚王 一个是西伏王 一个是亚弗王 一个是拉沙伦王 一个是马顿王 一个是夏索王 一个是申伦米伦王 一个是亚萨王 一个是塔纳王 一个是米吉多王 一个是基地斯王 一个是靠近加密的约念王 一个是多尔山帝的多尔王 一个是吉甲的戈印王 一个是德萨王 共计三十一个王 约书亚记第十三章 约书亚老了 年纪不小 耶和华对他说 你已经老了 年纪不小 还有很多的地 有待征服 还剩下来的地 就是非力士人的全境 和基数人的全地 从埃及东面的西河河 向北 直到以格伦的境界 这都算是迦南人的地方 有五个非力士人的首领 管辖的加萨人 亚石图人 亚石基伦人 加特人 以格伦人的地方 并且有亚卫人 他们是在南方 以及迦南人全境 和属西顿人的米亚拉 直到亚福和亚摩利人的境界 还有迦巴勒人的地 和东面的黎巴嫩全境 从黑门山下的巴利加德 直到哈马口 从黎巴嫩 直到米斯利福马因 所有住在山地的居民 就是所有的西顿人 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 把他们赶出去 你只要照着我吩咐你的 把这地抽签 分给以色列人做产业 现在 你要把这地 分给九个支派 和马拿西半个支派 做产业 马拿西另半个支派 跟刘本人和加德人 已经得了摩西 在约旦河东赐给他们的产业 是照着耶和华的仆人 摩西赐给他们的 就是从雅嫩古边的 雅罗尔和古中间的城 以及米底巴的整片平原 直到底本 还有在西石本做王的 亚摩利人的王西红所有的城镇 直到亚门人的境界 又有基列地 基树人和马加人的境界 以及整个黑门山 巴山全地 直到萨迦 另有巴山王厄的全国 他在亚斯塔路和以德莱做王 他是立法因人留下的渔民 这些地方的人 摩西都把他们击杀了 赶走了 以色列人却没有赶走 基树人和马加人 因此 基树人和马加人 住在以色列人中间 直到今日 只有立位之派 摩西没有把产业给他们 他们的产业 就是献给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的伙计 正如耶和华对他们所说的 摩西按着刘本之派的家族 把产业给了他们 他们的境界 是从雅难谷边的雅罗而起 包括谷中间的城 靠近米底巴的整片平原 西石本和平原上 属西石本所有的城 底本 巴墨巴利 伯巴利免 雅杂 基底墨 米法鸭 基列亭 西比马 古中山地上的 西列哈沙侠 伯皮尔 皮斯加山坡 伯爷西墨 平原上所有的城 和亚摩丽人的 王西洪的全国 这西洪 曾经在西石本作王 摩西把他和米殿的首领 以为 利金 苏尔 护尔 和利巴 都急杀了 这些都是西洪的王侯 住在那地 在以色列人所杀的人中 比尔的儿子占卜者巴兰 也被他们用刀所杀 刘本人 领土的江界 是约旦河 这就是刘本人 按着家族得着的产业 所包括的重城 和属于这些城的村庄 摩西按着加德之派的家族 把产业分给加德之派 他们的境界 包括雅蟹和基列所有的城 以及亚门人的一半土地 直到拉巴前面的亚罗尔 从西石本 直到拉末米斯巴 和比多宁 又从马哈念 直到底壁的境界 还有在古中的 伯亚兰 伯宁拉 舒戈 萨芬 就是西石本王 西红国中的余地 以约旦河做江界 直到基尼列海的底端 都在约旦河东 这就是加德人 按着家族得着的产业 所包括的城镇 和属于这些城的村庄 摩西把产业 分给马拿西半个支派 是按着马拿西半个支派的家族 分给他们的 他们的境界是从马哈念起 包括巴山全地 巴山王厄的全国 并且在巴山的雅尔的所有村落 共六十座城 还有激烈的一半 和亚斯塔路 以德来 就是在巴山厄的王国的两座城 都是按着家族 分给马拿西的儿子 马吉的孙子 就是分给马吉的一半孙子 以上这些地方 是摩西在约旦河东 耶利哥对面的摩押平原 所分配的产业 可是 立位支派 摩西却没有把产业 分给他们 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就是他们的产业 正如耶和华对他们所说的 约书亚纪第十四章 以下这些地方 是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分得的产业 就是以利亚萨祭司和难的儿子约书亚 以及以色列人各支派的组长分给他们的 是照着耶和华 借着摩西所吩咐的 以抽签的方法 把产业分给九个半支派 因为摩西在约旦河东 已经把产业分给了那两个半支派 却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中间的立位人 因为约瑟的子孙成了两个支派 就是马拿西和以法连 因此 以色列人没有把地业分给在那地的立位人 只给他们一些城市居住 还有城市的郊野 可以沐放他们的牲畜 安置他们的财产 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 以色列人就照样行 把地分配了 犹大人来到吉甲约书亚那里 吉尼喜人 耶弗尼的儿子迦勒 对约书亚说 耶和华在加迪斯巴尼亚对神人摩西所说 关于你和我的话 你是知道的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迪斯巴尼亚派我去窥探这地的时候 我正四十岁 我照着我心里所想的向他报告 可是 与我一同上去的众兄弟 却使人民的心惊惧 我去完全顺从耶和华我的神 那天 摩西启示说 你的脚踏过的地 都必归你和你的子孙做产业 直到永远 因为你完全顺从耶和华我的神 现在你看 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了这话以后 耶和华照着所应许的 使我活了这四十五年 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的时期 现在你看 我今日已经是八十五岁了 今日我还是强壮 像摩西派我去的那天一样 无论是作战或是出入 那时我的力量怎样 现在我的力量还是怎样 现在求你 把耶和华那日所应许的这山地赐给我 因为那天 你也曾听见那里有亚纳人 又有宽大坚固的城 但耶和华与我同在 我就可以把他们赶出去 正如耶和华所应许的 于是约书亚给迦勒祝福 把西伯伦赐给了耶弗尼的儿子迦勒 做产业 因此西伯伦成了基尼喜仁 耶弗尼的儿子迦勒的产业 直到今日 因为他完全顺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西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 亚巴是亚纳人中最伟大的人 全地也就只席了战争 约书亚纪第十五章 犹大之派按着家族抽签所得的地业 是极南的部分 达到以东的边境 去到南边巡的旷野 他们南方的江界 是从沿海的极南部分起 就是从南边的海湾起 升到亚克拉宾山坡的南边 经过巡 上到加迪斯巴尼亚的南边 又经过西斯伦 再上到亚达尔 经过贾加 经过亚门 伸展到埃及河 江界直通到海 这就是他们南方的江界 东方的江界 是从沿海直到约旦河口 北方的江界 是从约旦河口的海湾起 上到伯河拉 经过伯亚拉巴的北边 再上到刘本的儿子 波罕的磐石那里 又从雅各谷 上到底壁 再北转 到河的南边 雅都明山坡对面的吉甲去 又经过尹士脉水泉 直通到尹罗杰 再上到新嫩子谷 到达耶布斯南面的山坡 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 又上到新嫩子谷 西边的山顶 就是在利法因的北端 又从山顶 转到尼弗多亚的水泉 伸展到以弗伦山的重城 又转到巴拉 巴拉就是激烈野林 又从巴拉向西 绕到西尔山 经过耶林山坡的北边 耶林就是基萨轮 又下到博士脉 经过亭纳 伸展到以格伦北面的山坡 转到施基伦 经过巴拉山 伸展到雅比涅 直通到海为止 西方的疆界就是大海和海岸 这是犹大人 按着家族所得四维的境界 约书亚照着耶和华 所吩咐的 把犹大人的一份地业 就是基列亚巴 分给了耶弗尼的儿子迦勒 亚巴是亚纳人的祖先 基列亚巴就是西伯伦 迦勒把亚纳人的三个子孙 就是士筛 亚西曼 达玛 从那里赶出去 他们是亚纳人的后代 他又从那里上去攻击底壁的居民 底壁从前名叫基列西伏 迦勒说 谁能攻打基列西伏 把基列西伏夺取 我就把我的女儿 亚萨给他做妻子 迦勒的兄弟 基纳斯的儿子 俄陀涅 夺取了那城 迦勒就把女儿亚萨 给他做妻子 亚萨出嫁的时候 怂恿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田地 亚萨一下驴 迦勒问他 你要什么 他回答 求你给我祝福 你既然把南地给了我 求你也把水泉给我 他父亲就把上泉和下泉 都给了他 以下是犹大支派 按照家族所得的产业 犹大支派 吉南边的重城 接近以东边界的 有 贾靴 以德 雅姑尔 基拿 底摩拿 雅大达 基迪斯 夏索 以提南 西伏 提炼 比亚绿 夏索 哈大他 加略西斯伦 加略西斯伦就是夏索 雅曼 士马 摩拉大 哈萨加大 黑石门 伯帕列 哈萨舒亚 别士巴 比斯约他 巴拉 乙音 乙森 伊勒多辣 基斯 荷尔玛 喜格拉 麦莲拿 三萨拿 利巴乌 石星 雅音 临门 共二十九座城 还有属于这些城的村庄 在高原有 以石陶 索拉 雅什拿 萨诺亚 尹甘宁 他普亚 以南 耶末 雅杜兰 缩哥 雅西加 沙拉因 雅底他因 基底拉 基底罗他因 共十四座城 还有属于这些城的村庄 又有 喜南 哈大沙 麦大家德 底莲 米斯巴 约铁 拉吉 波斯加 伊基伦 加本 拉曼 基底利 基底罗 伯大滚 拿马 马基大 共十六座城 还有属于这些城的村庄 又有 利拿 怡铁 雅山 伊福他 雅什拿 尼西 基伊拉 雅格西 玛丽莎 共九座城 还有属于这些城的村庄 又有 以格伦 和属于以格伦的市镇 村庄 从以格伦直到海 所有靠近雅什图的城 和属于这些城的村庄 雅什图和属于雅什图的市镇村庄 加萨和属于加萨的市镇村庄 直到埃及小河和大海沿岸的地方 在山地有沙密 雅提尔 缩戈 大拿 基列萨拿 基列萨拿就是底壁 亚拿伯 以时提墨 雅念 戈山 和伦 基罗 共十一座城 还有属于这些城的村庄 又有 亚拉 杜马 蚁山 亚农 伯他普亚 亚非加 红他 基列亚巴 基列亚巴就是西伯伦 席尔 共九座城 还有属于这些城的村庄 又有 还有属于这些城的村庄 又有 还有属于这些城的村庄 还有属于这些城的村庄 又有 基列巴历 基列巴历就是基列阎林 拉巴 共两座城 还有属于这些城的村庄 在旷野 有 伯雅拉巴 密丁 西迦迦 逆山 岩城 隐基地 共六座城 还有属于这些城的村庄 至于 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 犹大人不能把他们赶走 所以 耶布斯人在耶路撒冷 与犹大人同住 直到今日 约瑟的子孙抽签所得的地业 是从靠近耶利哥的约旦河起 到耶利哥东边的水泉 经过从耶利哥上去的旷野 进到在山地的伯特利 又从伯特利到路斯 经过亚基人的境界 亚他律 又向西 下到亚利提人的境界 去到下伯和伦和基瑟的境界 直通到海 约瑟的儿子 马拿西和以法连 也得了他们的产业 以下是以法连人 按着家族所得的境界 他们的产业 在东方的疆界 是亚他律亚达 直到上伯和伦 向西伸展到北面的密米他 又向东 绕到他那士罗 经过亚诺哈的东边 从亚诺哈下到亚他律 又到拿拉 和耶利哥接壤 伸展到约旦河 又从他普亚向西行 到迦拿河 直通到海 这就是以法连之派 按着家族所得的产业 此外 在马拿西人的产业中 还有些城镇 分给以法连人的 这些城镇 都包括属于他们的村庄在内 可是他们没有把 住在积色的迦南人赶走 于是迦南人住在以法连中间 直到今日 成了做苦工的奴仆 约书雅记第十七章 马拿西是约瑟的长子 他的支派抽签所得的地业 记在下面 至于马拿西的长子 激烈的父亲马吉 因为是个战士 所以得到激烈和巴山 马拿西其余的子孙 按着家族抽签分地 包括雅比以蟹的子孙 希勒的子孙 雅斯列的子孙 士剑的子孙 西福的子孙 士米大的子孙 这些都是约瑟的儿子 马拿西子孙中南丁的各家族 马拿西的玄孙 马吉的曾孙 激烈的孙子 西福的儿子 西罗菲哈 没有儿子 只有女儿 他女儿们的名字是 玛拉 挪阿 荷拉 密加 德萨 他们来到以利亚萨祭司 和难的儿子约书亚 以及众首领的面前 说 耶和华曾经吩咐摩西 在我们的兄弟中 把产业分给我们 于是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 在他们的赎伯中间 把产业分给他们 这样 除了约旦河东的激烈和巴山地之外 还有十份地业归属马拿西 因为马拿西的孙女 在马拿西的孩子中 也得了产业 激烈地是属于马拿西其余的子孙的 马拿西的疆界是从亚舍起 到世间东面的秘密他 又向南走 到尹他普亚的居民那里 他普亚地是属于马拿西的 但是在马拿西江界上的他普亚城 却是属于以法连的子孙的 马拿西的江界 又下到迦拿河 在迦拿河的南边 马拿西的重城镇中 有这些城镇是属于以法连的 马拿西的江界 从河的北面起直通到海 南面是属于以法连的 北面是属于马拿西的 马拿西在西边的江界就是海 北面与亚舍相接 东面和以撒加相连 在以撒加和亚舍的境内 博善和属于博善的市镇 以柏连和属于以柏连的市镇 多尔的居民和属于多尔的市镇 都属于马拿西 还有三处山区就是尹多尔的居民 和属于尹多尔的市镇 他那的居民和属于他那的市镇 米吉多的居民和属于米吉多的市镇 可是马拿西的子孙 却不能把这些城的居民赶走 迦南人决意住在那地 以色列人强盛以后 就迫使迦南人做苦工 却没有把他们完全赶出去 约瑟的子孙对约书亚说 耶和华这样赐福我们 我们足大人多 你为什么只给我们抽一份签 分一份地做产业呢 约书亚对他们说 如果你们足大人多 又嫌以法连山地过于窄小 就可以上森林区去 在比利喜人和利法因人之地 在那里自己砍伐树木 约瑟的子孙回答 那山地容不下我们 并且住在古地的所有迦南人 就是住在博善和属于博善的市镇的人 以及住在耶列斯谷的人都有铁车 约书亚对约瑟家 就是对以法连人和马拿西人说 你们足大人多 势力强大 不可以只抽一份地业 山地也要归给你们 那里虽然是森林 你们可以砍伐 开辟的土地都归给你们 迦南人虽然拥有铁车 势力强大 你们也能把他们赶出去 约书亚记第十八章 以色列全体会众聚集在士罗 把会墓树立在那里 因为那地在他们面前被征服了 以色列人其余的七个支派 还没有得着产业 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 约和华你们列祖的神 赐给你们的地 你们迟迟不去占领 要到几时呢 你们每支派要选出三个人 我要派他们去 他们要启程走遍那地 把各支派的产业描绘下来 然后回到我这里 他们要把地业分作七份 犹大留在南方他们的境界内 约瑟家留在北方他们的境界内 你们要把地划分七份 然后把图样拿给我 我要在这里 在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 为你们抽签 列位人在你们中间没有业份 因为耶和华祭司的职份 就是他们的产业 迦德支派 刘本支派 和马拿西半个支派 已经在约旦河东得了产业 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分给他们的 那些人启程前去的时候 约书雅吩咐那些前去绘画那地的人说 你们要去走遍那地绘画地形 然后回到我这里来 我要在士罗这里 在耶和华面前为你们抽签 那些人就去了 走遍那地并绘画下来 把众城分作七份记在册子上 然后回到士罗营中约书雅那里 约书雅就在士罗 在耶和华面前为他们抽签 约书雅在那里按着他们的支派 把地分给以色列人 宾亚敏支派按着家族抽了签 他们抽签所得的境界 是在犹大子孙和约瑟子孙中间 他们的疆界北边是从约旦河起 向上到耶利哥的北边 又向西上到山地 直到伯雅文的旷野 又从那里向南经过路斯 路斯就是伯特利 再下到亚他绿亚达 靠近下伯和伦南边的山地 又从那里延伸 绕到西边再向南 从伯和伦南边对面的山起 直到游荡人的城基列巴利 基列巴利就是基列爷林 这是西方的疆界 南方的疆界是从基列爷林的边缘起 向西伸展 去到尼弗多亚的水泉 又下到新嫩子谷前面的山边 就是利法因谷北面的山 再下到新嫩谷 去到耶布斯人的南边 又下去尹罗杰 再转向北 伸展至尹氏脉 去到亚东明斜坡对面的基利路 又下到刘本的儿子 波罕的磐石那里 又经过亚拉巴对面山坡的北边 直下到亚拉巴 又经过伯和拉的北边 直通到沿海的北湾 约旦河的南端 这是南方的疆界 东方的疆界是约旦河 这就是宾亚敏各家族 所得的产业四维的疆界 宾亚敏之派按着家族所得的城 就是 还有属于这些城的村庄 这就是宾亚敏人按着家族所得的产业 约书亚纪第十九章 为西缅 就是为西缅之派 按着家族抽出第二签 他们的产业是在尤大人的产业中间 他们所得的产业 还有属于这些城的村庄 又有亚因、利门、仪铁、亚山 共四座城 还有属于这些城的村庄 以及这些城周围所有的村庄 直到巴拉比尔 就是南地的拉玛 这就是西缅之派按着家族所得的产业 西缅人的产业是从尤大人的地业中得来的 因为尤大人的分过大 所以西缅人在尤大人的产业中得了他们的产业 为西布伦人按着家族抽出第三签 他们产业的境界去到撒利 他们的疆界再向西上到马拉拉 直达大巴舍 再去到约念前面的河 又从撒利向东转到日出的方向 去到吉斯律塔伯的境界 又伸展到塔比拉 上到亚非亚 又从那里往东面日出的方向 经过加特西福到以特加逊 临门再伸展到尼亚 又绕过尼亚的北面 到哈拿顿直通到伊福塔伊勒谷 还有加他 拿哈拉 孙伦 以大拉 伯利恒 共有十二座城 还有属于这些城的村庄 这些城和属于这些城的村庄 就是西部伦人按照家族所得的产业 为以撒加 就是为以撒加人按照家族抽出第四签 他们的境界包括 他们的境界包括 又转往日出的方向到伯大滚延伸到西部轮 向北去到伊福塔伊勒谷 博以墨和尼亚 又伸展到加布勒的左边 到伊伯伦 利恶 哈门 加拿 直到西顿大城 又转到拉玛 直到设防的城推罗 再转到和萨 直通到海岸靠近雅阁西的地区 又有乌玛 雅福 利和 共二十二座城 还有属于这些城的村庄 这些城和属于这些城的村庄 就是亚瑟支派按照家族所得的产业 为拿夫塔利人抽出第六签 就是拿夫塔利人按照家族所得的产业 他们的境界是从西利福 从萨拿因的橡树林 从雅大米尼吉和雅比涅起 去到拉贡 直通到约旦河 右向西转到雅斯纳他博 从那里伸展到护戈 南边达到西布伦 西边达到雅舍 东边达到约旦河那里的犹大 设防的城 有西丁 侧尔 哈末 拉甲 基尼列 雅大马 拉玛 夏索 基迪斯 以德莱 尹夏索 以利尹 密大伊勒 和莲 伯亚纳 伯士脉 共十九座城 还有属于这些城的村庄 这些城和属于这些城的村庄 就是拿福他利之派 按照家族所得的产业 为弹之派 按照家族抽出第七千 他们产业的境界包括 索拉 索拉 乙石桃 伊尔士脉 沙拉宾 亚亚轮 伊提拉 乙轮 亭拿他 乙格轮 伊利提基 基比顿 巴拉 伊胡德 比尼比拉 加特林门 美耶坤 拉坤 和约帕对面的地区 弹人未能控制他们的境界 因此 他们就上去攻打利善 夺取那城 用刀击杀了城中的人 他们占领利善 就住在城中 以他们祖先 弹的名字 把利善改名为弹 这些城 和属于这些城的村庄 就是弹之派 按着家族所得的产业 以色列人按着疆界 把地分完了之后 就在他们中间 把产业分给 那儿子约书亚 他们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 把约书亚所要的城 就是以法连山地的 廷拿希拉给了他 约书亚就修建那城 住在城中 以上就是 以利亚萨祭司 和嫩的儿子约书亚 以及以色列人 各支派的组长 在世罗会幕的门口 在耶和华面前 借着抽签 所分的产业 这样 他们就完成了 分地的事 约书亚记 要逃到这些城中的一座 站在城门口 把自己的事情 向城中的众长老述说 长老就要把他 接入城中 到他们那里 并要给他地方 使他可以住在 他们中间 如果报血仇的人 追赶他 长老不可把他 交在报血仇的人手里 因为他并非蓄意杀人 他以前 与他并没有仇恨 那杀人的 要住在那城里 直到他站在 会众面前受审 等到当时的 大祭司死了 才可以回到 本城 本家 回到他 逃出来的城那里 于是 以色列人 在拿福他利山地 把加利利的 基地斯分别出来 在以法连山地 把事件分别出来 在犹大山地 把基列亚巴分别出来 基列亚巴就是 西伯伦 又在约旦河东 耶利哥的东面 从刘本支派中 指定在旷野平原上的 比西 从迦德支派中 指定在基列的拉末 从马拿西支派中 指定在巴山的戈兰 这些都是为 所有的以色列人 和在他们中间寄居的 外族人 所指定的城 让误杀人的 可以逃到那里 不致死在 报血仇的人手里 直到他站在 会众面前 受审为止 约书亚记 第21章 那时 利未人的众族长 来到 以利亚萨祭司 和难的儿子 约书亚 以及以色列 众支派的族长那里 在迦南地的 世罗对他们说 耶和华曾经借着摩西 吩咐要给我们城市居住 和城的郊野 可以牧放我们的牲畜 于是 以色列人 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 从自己的产业中 把以下这些城市 和城的郊野 给了利未人 首先 为戈侠家族 抽出千来 利未之派 亚伦祭司的子孙 从犹大之派 西缅之派 和汴亚敏之派 抽签得了十三座城 戈侠其余的子孙 从以法连之派的家族 但之派 和马拿西半个之派 抽签得了十座城 格顺的子孙 从以色加之派的家族 亚瑟之派 拿福塔利之派 和在巴山的马拿西半个之派 抽签得了十三座城 米拉利的子孙 按着家族 从刘本之派 迦德之派 和西布伦之派 得了十二座城 以色列人 照着耶和华 吩咐摩西的 借着抽签 把这些城市 和城的郊野 分给利未人 他们从犹大之派 和西缅之派中 把以下这些 有提名的城 分了 给利未之派 哥侠家族中 亚伦的子孙 因为第一千 是他们的 以色列人 把犹大山地的 基列亚巴 和他四围的交业 给了他们 亚巴是 亚纳族的祖宗 基列亚巴 就是西伯伦 属于 纳城的田地和村庄 他们却给了 耶夫尼的儿子 迦勒做产业 以色列人 把误杀人者的 避难城西伯伦 和西伯伦的交野 又把利拿 和利拿的交野 给了亚伦祭司的子孙 还有亚提尔 和亚提尔的交野 以什提默 和以什提默的交野 河伦和河伦的交野 底壁和底壁的交野 亚因和亚因的交野 于他和于他的交野 博士迈和博士迈的交野 共九座城 都是从这两个支派 分出来的 又从汴亚敏支派中 分给他们 鸡变和鸡变的交野 加巴和加巴的交野 亚石图和亚石图的交野 亚勒门和亚勒门的交野 共四座城 亚伦子孙 众祭司所有的城 共十三座 还有这些城的交野 立位支派 割侠子孙的家族 就是割侠其余的子孙 抽签所得的城 是从以法连支派中 分出来的 以色列人 把误杀人者的避难城 就是在以法连山地的事件 和事件的交野 给了他们 又把鸡色和鸡色的交野 给了他们 又有鸡伯仙和鸡伯仙的交野 薄荷伦和薄荷伦的交野 共四座城 又从弹支派中 给了他们伊利提基 和伊利提基的交野 基比顿和基比顿的交野 亚亚伦和亚亚伦的交野 加特林门和加特林门的交野 共四座城 又从马拿西半个支派中 给了他们 塔纳和塔纳的交野 加特林门和加特林门的交野 共两座城 哥侠子孙 其余的家族 所有的城 共十座 还有这些城的交野 以色列人 又从马拿西半个支派中 把误杀人者的避难城 就是在巴山的戈兰和戈兰的交野 给了利未人的家族中 格顺的子孙 又给了他们 比施提拉和比施提拉的交野 共两座城 又从以撒加支派中 给了他们基善和基善的交野 大比拉和大比拉的交野 耶墨和耶墨的交野 尹甘宁和尹甘宁的交野 共四座城 又从亚瑟支派中 给了他们 米沙勒和米沙勒的交野 鸭顿和鸭顿的交野 黑甲和黑甲的交野 利河和利河的交野 共四座城 以色列人又从拿弗塔利支派中 把误杀人者的避难城 就是在加利利的基迪斯 和基迪斯的交野 给了他们 又给他们哈默多尔 和哈默多尔的交野 加尔旦和加尔旦的交野 共三座城 格顺人按照家族 所有的城共十三座 还有这些城的交野 其余的利未人 米拉利的子孙的家族 从西布伦支派中 分得约念和约念的交野 加尔他和加尔他的交野 丁拿和丁拿的交野 拿哈拉和拿哈拉的交野 共四座城 又从刘本支派中 给了他们比西和比西的交野 雅杂和雅杂的交野 基底墨和基底墨的交野 米法亚和米法亚的交野 共四座城 以色列人又从加德支派中 把误杀人者的避难城 就是在激烈的拉末和拉末的交野 给了他们 又给他们马哈念和马哈念的交野 西石本和西石本的交野 雅谢和雅谢的交野 共四座城 利未人其余的家族 就是米拉利的子孙 按着家族抽签所得的城 共有十二座 在以色列人的地业中 利未人所得的城 共四十八座 还有这些城的交野 这些城周围都有自己的交野 每一座都是这样 这样 耶和华就把他从前起誓要赐给他们列祖的权地 给了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占领了那地 就定居下来 耶和华照着他向他们列祖起誓所说的一切话 使他们四尽平静 他们所有的仇敌 没有一人能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 耶和华把他们所有的仇敌都交在他们手里 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应许赐福的话 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了 约书亚记第二十二章 那时约书亚把刘本人、迦德人和马拿西半个支派的人 召了来 对他们说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吩咐你们的一切 你们都遵守了 我吩咐你们的一切 你们也都听从了 这许多日子以来 你们一直没有撇弃你们的兄弟 直到今日 耶和华你们的神 吩咐你们的命令 你们也遵守了 现在 耶和华你们的神 照着他应许的 已经使你们兄弟得享平安 现在你们可以返回自己家里 回到耶和华的仆人摩西 在约旦河东赐给你们做产业的地方去 只是你们要谨慎遵守耶和华的仆人摩西 吩咐你们的诫命和律法 爱耶和华你们的神 遵行他的一切道路 谨守他的诫命 紧紧倚靠他 一心一意侍奉他 于是约书亚给他们祝福 打发他们回去 他们就回自己的家里去了 摩西在巴山 已经把产业分给了马拿西半个支派 至于另外半个支派 约书亚在约旦河西 他们的兄弟中间 也把产业分给了他们 约书亚打发他们回家去的时候 给他们祝福 对他们说 你们带着许多财物 许多牲畜和金、银、铜、铁 以及许多衣服 回自己的家去吧 也要把你们从仇敌夺得的战利品 与你们的兄弟同分 于是刘本人、迦德人 和马拿西半个支派的人 从迦南地的士罗启程 离开以色列人 回到他们所得的产业 激烈地区 就是照着耶和华 借着摩西所吩咐 赐给他们的产业 刘本人、迦德人 和马拿西半个支派的人 来到迦南地 靠近约旦河的地区 就在约旦河边 那里筑了一座祭坛 那坛十分壮观 以色列人听见了这事 就说 看啊 刘本人、迦德人 和马拿西半个支派的人 在迦南地边境 靠近约旦河的地区 以色列人境内 逐了一座坛 以色列人听见了这事 以色列全体会众 就聚集在士罗 要上去讨伐他们 以色列人派 以利亚萨基斯的儿子 菲尼哈 到基列地区 见刘本人、迦德人 和马拿西半个支派的人 又派十个首领 与菲尼哈同去 每一个都代表 以色列的支派家族 他们是全体 以色列各家族的领袖 他们去到基列地 刘本人、迦德人 和马拿西半个支派的人那里 对他们说 耶和华的全体会众这样说 你们做的是什么事 竟对以色列的神不忠 今日转离不跟从耶和华 为自己筑了一座坛 背叛了耶和华 从前拜皮尔的罪孽 我们还以为是小事吗 虽然有灾疫 临到耶和华的会众 直到今日 我们还没有洗尽这罪呢 你们今日 竟转离不跟从耶和华吗 今日 你们既然背叛耶和华 明日 他必向以色列全体会众发怒了 如果你们认为 所得的地业不洁净 你们可以过到耶和华的地业 就是耶和华的帐木 居住的地方 在我们中间得地业 只是不可背叛耶和华 也不可背叛我们 在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坛以外 为自己筑另一座坛 从前谢拉的曾孙雅干 不是在当毁灭的物上 犯了不忠的罪 以致神的愤怒 临到以色列全体会众吗 因他的罪孽而死的 还不止他一人呢 于是刘本仁 加德仁 和马拿西半个支派的人 回答以色列的统领说 大能者神耶和华 大能者神耶和华 他是知道的 愿以色列也知道 如果我们存心背叛 或是对耶和华不忠 今日就不要放过我们 我们若是为自己筑坛 转离不跟从耶和华 或是把凡记 肃记和平安记 献在坛上 愿耶和华亲自追究我们 我们做这事 实在是有理由的 因为顾虑将来 你们的子孙 对我们的子孙说 你们与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有什么关系呢 刘本人和加德仁啊 耶和华定了约旦河 做我们和你们中间的将界 你们与耶和华无分了 这样 你们的子孙 就使我们的子孙 不再敬畏耶和华了 因此我们说 我们逐一座坛吧 不是为了献凡记 也不是为了献别的记 而是为了在你们 和我们中间 也在我们的后代中间 做证据 使我们也可以在耶和华 面前用凡记 别的记和平安记 侍奉耶和华 免得你们的子孙将来 对我们的子孙说 你们与耶和华无分了 因此我们说 将来有人对我们 或是对我们的后代 这样说 我们就可以回答 你们看我们列祖 所筑的坛 是耶和华的祖坛的模式 这并不是用来献凡记 也不是用来献别的记 而是在我们 和你们中间 做证据 我们绝没有背叛 耶和华的意思 今日要转离 不跟从耶和华 在耶和华 我们的神的 障墓前的祭坛以外 另逐一座坛 为了献凡记 素记和别的记 菲尼哈祭司 和会众的领袖 以及与祭司 同来的以色列的统领 听了刘本人 迦德人 和马拿西人 说的话 都很满意 以利亚萨祭司的儿子 菲尼哈 对刘本人 迦德人 和马拿西人说 今天我们知道 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的 因为你们并没有 对耶和华不忠 现在 你们已经救了 以色列人 脱离耶和华的手 以利亚萨祭司的儿子 菲尼哈 和众领袖 离开了刘本人 和迦德人 从基列地 回到迦南地 以色列人那里 把这事向他们报告 以色列人 对这事都很满意 就称颂神 不再说 要上去讨伐 刘本人和迦德人 毁灭他们所住的地方了 刘本人和迦德人 给那坛起名叫正坛 因为他们说 这坛在我们中间 证明耶和华是神 耶和华使以色列人 得享平安 不受四维仇敌的骚扰 已经有一段很长的日子 约书亚已经老了 年纪不小了 约书亚就把全体 以色列人 他们的长老 首领 审判官和官长 都召了来 对他们说 我已经老了 年纪不小了 耶和华 你们的神 因你们的缘故 向那些国家 所行的一切事 你们都亲眼看见了 因为耶和华 你们的神 为你们作战 你们看 剩下来的这些国家 连同我检除的列国 从约旦河起 直到日落之处的大海 我都按着你们各支派 用抽签的方式 分给你们做产业了 耶和华 你们的神 必把他们 从你们面前赶出去 驱逐他们 离开你们 你们就必得着 他们的地 做产业 正如耶和华 你们的神 所应许的 所以 你们要十分坚强 谨守遵行 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 一切话 使你们不偏向左 不偏向右 使你们不与 你们中间 剩下的这些国家的人来往 他们的神的名字 你们不可提 不可指着他们起事 不可侍奉他们 也不可敬拜他们 只要照着你们 一直以来所行的 紧紧倚靠 耶和华 你们的神 因为耶和华 已经把又大又强的 列国 从你们面前赶出去 至于你们 直到今日 还没有一人 能在你们面前 站立得住 你们一人 可以追赶千人 因为耶和华 你们的神 照着他 应许你们的 为你们作战 你们自己要十分谨慎 爱耶和华 你们的神 如果你们转离 耶和华 与你们中间 剩下的这些国家的 余民联络 和他们通婚 互相来往 你们就必知道 耶和华 你们的神 必不再把这些国家 从你们面前赶出去 他们必要成为 你们的网罗和陷阱 乐下的边 和眼中的刺 直到你们 从耶和华 你们的神 赐给你们的 这美地上 灭亡为止 看哪 我今天 要走世人 必经的路了 你们清清楚楚知道 耶和华 你们的神 应许赐福给你们的话 没有一句落空 完全应验在你们身上 没有一句落空 耶和华 你们的神 应许你们的一切福气 怎样临到你们身上 耶和华 也必照样 使各样的灾祸 临到你们身上 直到把你们 从耶和华 你们的神 赐给你们的 这美地上 消灭为止 如果 你们违背了 耶和华 你们的神 吩咐你们遵守的约 去侍奉别的神 敬拜他们 耶和华 必向你们 大发烈怒 使你们 从他赐给你们的 美地上 迅速灭亡 约书亚记 第二十四章 约书亚在事件 召集以色列各支派 又把以色列的长老 首领 审判官和官长 都召了来 他们就站在神面前 约书亚对众民说 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这样说 古时 你们的列祖 就是亚伯拉罕 和拿赫的父亲 他拉 住在大河那边 他们侍奉别的神 我把你们的祖先 亚伯拉罕 从大河那边带来 领他走遍迦南地 使他的后裔增多 把以撒赐给他 又把雅各和以扫赐给以撒 把西尔山赐给以扫做产业 雅各和他的子孙 却下到埃及去 我拆派了摩西和亚伦 借着我在埃及所行的神迹 用灾疫击打埃及 然后把你们领出来 我领你们的列祖离开埃及 他们去到海边 埃及人带着战车和马兵 追赶你们的列祖 直到红海 你们的列祖呼求伊和华 他就以黑暗隔开你们和埃及人 又使海水附流淹没了他们 我在埃及所行的事 你们都亲眼见过 你们在旷野 也住了许多日子 我领你们到了 住在约旦河东的 亚摩利人的地 他们和你们征战 我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 你们就得了他们的第一座产业 我也在你们面前把他们消灭 那时摩押王西波的儿子巴勒起来攻击以色列人 他派人把比尔的儿子巴兰召了来 咒试你们 我不肯听巴兰的话 结果他反而依而再祝福你们 这样我就救了你们脱离他的手 你们过了约旦河 来到耶利哥 耶利哥的居民与你们作战 还有亚摩利人 比利喜人 迦南人 赫人 格加萨人 西魏人 耶布斯人 也跟你们作战 我把他们都交在你们手里 我派了黄蜂飞在你们前面 把亚摩利人的两个王 从你们面前赶走 并不是用你的刀 也不是用你的弓 我赐给你们的土地 不是你们劳苦开垦的 我赐给你们的城市 不是你们建造的 你们却住在城中 你们享用的葡萄园和橄榄园 也不是你们栽种的 现在 你们要敬畏耶和华 真诚地按着真理侍奉他 把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 和在埃及侍奉的神除掉 去侍奉耶和华 如果你们认为侍奉耶和华不好 那么今日你们就可以选择 你们所要侍奉的 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 侍奉的神呢 还是你们现在所住 亚摩利人之地的神呢 至于我和富家 我们必侍奉耶和华 众民回答 我们绝对不会离弃耶和华 去侍奉别的神 因为耶和华 我们的神把我们和我们的列祖 从埃及地维奴的家领出来 并且在我们眼前行了那些伟大的神迹 又在我们所行的一切路上 和我们经过的一切民族中间 他都保护了我们 耶和华又把所有的民族 和住在这地的亚摩利人 都从我们面前赶走 所以我们必侍奉耶和华 因为他是我们的神 约书亚对众民说 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 因为他是圣洁的神 他是嫉妒的神 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和罪恶 如果你们离弃耶和华 去侍奉外族人的神 那么在耶和华赐福给你们之后 他必转而降祸于你们 把你们消灭 众民对约书亚说 不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约书亚对众民说 你们选择了耶和华 要侍奉他 你们为自己作证吧 他们说 我们愿意作证 约书亚说 现在你们要除掉 在你们中间外族人的神 一心归向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众民对约书亚说 我们必侍奉耶和华 我们的神 必听从祂的话 那一天 约书亚就与众民立约 在事件为他们定立律例 和典章 约书亚把这些话 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 又拿一块大石头 立在耶和华 圣所旁边的橡树下 约书亚对全体人民说 看啊 这块石头 可以向我们作证 因为他听见了耶和华 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话 所以 这块石头 要向你们作证 免得你们否认你们的神 于是 约书亚打发重鸣 各自回到自己的地业去了 这些事以后 耶和华的仆人 嫩的儿子约书亚死了 那时 他是110岁 以色列人 把他埋葬在 他自己地业的境内 就是在 以法连山地上的 亭拿希拉 在加石山的北边 约书亚在世的日子 和约书亚死后 那些知道耶和华 为以色列人 所行的一切事的长老 还在世的日子 以色列人 都侍奉耶和华 以色列人 从埃及 带出来的约瑟海骨 葬在世间的一块田里 这块田 是雅各从前 用一百块银子 向世间的父亲 哈摩的子孙 那里买来的 这块田 就成了约瑟子孙的产业 亚伦的儿子 以利亚萨 也死了 以色列人 就把他埋葬在基比亚 就是他儿子菲尼哈 在以法连山地 所得的产业 侍奉 矿吗 呀 对 那天 咳